booth 2, 3, 2, 4, 6, 6, 7, 8, 8, 9, 10, 11, 11, 11, 13, 14, 14, 15, 16, 16, 17, 17, 17, 18, 19, 20, 19, 21, 20, 22, 26, 17, 19, 20, 20, 21. 其實我當初做煮的時候都有想過 小說為什麼沒有人看呢 當然人們經常說 現在有網絡有電影看 為什麼要看小說呢 有趣的是作為一個容易發展的地區 有這些互聯網和電影 小說的發展居然是倒退的 我認識中都好像只有香港 例如美國人家有荷里活電影 人家網絡也發達 Facebook、Twitter都在那裡誕生 為什麼會沒有人看 他們多不多人看書 仍然都會有很多人看 你看看New York Times 也有很多Bestseller在這裡 其實整體產業的增長是有在 唯獨是香港在過去幾十年來 好像不斷不斷下跌 中學的時候其實都喜歡看小說 我們都會說寫一下 中六退到大學的位置就沒有寫了 但是又寫了 突然間遷起這條 退到2014年的時候就接觸到朋友 本身就是在大學研究粵語 他就很鼓勵大家去寫粵語 那時候也沒有粵文這個詞 就說是呀 香港人寫廣東話也很正常 又不是一些很公平的 很不正經的東西 就是你還沒有人做而已 還有你隨著這個月曆慢慢增長 就是你看多些書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原來英國人以前也不是寫英文 Dekkaï是用拉丁文寫書 是法國人來的 歐洲那裡他們有個過程 他們才開始寫現在他們正在用的語言 都是有人作出第一次的嘗試 然後才是慢慢成為一個主流 那既然是香港人這樣寫廣東話 即是以前沒有人寫不到 現在不行 或者以後是不行的 高登那樣的人會寫粵語 甚至要慢慢是有些叫做 有些規範的 例如你寫個吾字 但是你沒有個口字邊的話 就會被人說吾你老母 那慢慢有個規範在的時候 其實反而就是 就是條件是很成熟 很適合去做這件事 然後就去找一些 找一些朋友一起去做 然後就 好像用了半個月時間 就集齊稿 然後就在Kickstarter 就去 開啟一個Campaign 當然你說有時候 有些人就說 那如果寫粵語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要很強調 粵語的特色呢 其實我自己本人就覺得是 其實你自然就行 就是平時怎樣說話的 那你照寫出來就可以了 當然你可能說寫出來的時候 可以多些修飾 即是Cut的比較 說話的時候 會有些比較類聚多餘的東西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可以的 比起寫白話文 其實大家寫閱文的那個 那個能力 或者叫做 都是容易一些去閱讀 還有理解到的 就是我有些長輩 就是 我有些長輩 搞到這些東西 那你出版 你也很厲害 那其實不是很厲害 我知道是什麼 是因為 我做了一件 大家都想去發聲的事 大家支持我 然後才這件事 成功去出到 第一期、第二期 甚至第三期的原因 比我們更深的 我們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犯錯 例如我們那時候 搞網上預購 我們都搞了很多烏弄出來 但大家都仍然肯 給多一次機會 就是暗了一次河巴不行 退了錢 然後再拿那些錢出來 再訂閱 這件事才真真正正 是說 叫做 回響可以出到下去的原因 是